台北火車站匯集了高鐵 北捷 陶捷等交通網絡 是台灣重要的運輸核心 加上地下街以及商場設置 讓北車每天湧入近50萬人次 也因此發生災害時 能否立即整合也是防災關鍵 17號在相關單位的見證下 台北車站特定區聯合防災中心 終於建置完成 所以要能夠統合這麼多相關單位 一起來合作協調 就像我們一個交響樂團一樣 大家的頻率調性都要一樣 所以除了硬體的設備以外 我們有CCTV還有無線電的緊急通訊 當災害發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們所有相關的機構 團隊人員都會進駐 來做一個協調處理 防災中心裡大大的電視牆上 可以看見不同監視錄影器 讓監控人員可以24小時 掌握各個區位的最新情況 降低可能發生的災害 那我們也透過平時 在智能化的這樣一個系統的運作下 透過CCTV還有無線電的通聯 能夠讓事件 能夠讓它發生的機率降到最低 就做一個好的風險控管 至於未來其他車站會不會跟進 台鐵局則回應 台北火車站目前作為建置典範 未來若是更加成熟 也將可能持續推展 人事新聞人士布拉路洋 台北市採訪報導 電視牆上設計劃 電視牆上設計劃 在電視牆上設計劃 谢谢大家